北俊大學的學生 然後也是台灣歷史真心受害者檸檬的發言人 然後我想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天警察的任務說明是什麼 5點的時候開始進行清除群眾 6點40的時候進行採除 清除群眾維持秩序 這兩句話意思是什麼 警察沒有破壞別人建築物的權利 沒有毀損別人家裡面財務的權利 沒有傷害學生身體的權利 可是今天警察三件事情都做了 那第二件事情是 現場有非常多的新聞媒體記者想要入內採訪 可是我現場在王家的 我現場在大門前面親眼看到 有媒體從柱子上被撥下來 丟出去 暴力的丟出去 有媒體的鏡頭被警方用探照燈強力照射 沒有辦法拍 然後現場有一大批的媒體 沒有辦法入內採訪 警察強制把他們架開 今天這個是什麼 台灣是民主國家 可是沒有媒體的採訪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這件事情是對的嗎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今天警政署長王卓軍出面說 我很抱歉 然後昨天基層的兩個圓警 因為拿探照燈投射攝影記者的鏡頭 所以被寄了身戒 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嗎 這件事情因為兩個圓警被寄身戒 就這樣算了嗎 現場警察的總指揮官是不是要出來不得 為什麼沒有總指揮官出來不得 為什麼總指揮官不需要被懲戒 不需要被懲處 在這邊我要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個是我在王家大門前拍到的照片 我要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建商治國 請大家看清楚 這個人是樂陽總 是樂陽建設公司的總經理王總 這個人是出更新處的總指揮官 實際上王總他在現場形同總指揮官啊 把他轉過來好不好 王文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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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同總指揮官啊 甚至在警察把學生全部嫁離之後 我跟 有委員 有委員陪同著我進去 把學生志工的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我在王家的現場發現 王家整個被就是 腿於一旦 裡面所有的東西亂七八糟 我已經沒有辦法去尋找資源 志工資源的物品了 但在那個時候 我看到王總經理 我舉起相機對他拍了一張照片 他大聲的跟我說 這個女生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為什麼可以在這裡 把他趕出去 警察立刻轉過來面對我 說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裡 你出去 不可以拍照 今天這是什麼 這是劍上治國嗎 他是拿著隊長 是 這是隊長機 他講什麼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今天他連拍照都不讓我拍 我派他警察要把我搬走 我要進去拿走志工的私人物品 他說 你不可以進來 你不可以拍我 警察說 你出去 你不可以拍他 這是什麼 你有看他直接去指揮警察嗎 有看到他指揮警察 警察 王總經理指使 警察去把我趕走 警察就把我趕走 這椅子是什麼 那第二天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要講的是今天在封鎖線內 你說警方強制驅離群眾 好像在好像還有一點點的道理 在他沒有傷害學生的前提之下 把學生拉開 好像還有一點點的道理 可是今天 學生被拉出封鎖線外之後 警察繼續妨害人身自由 不顧他們的意願 要強制把他們丟包到遙遠的地方 有許多學生志工 他們的東西 他們整個背包 他們的書本 他們的筆電 錢包 全部 都在現場裡面 沒有辦法進去拿 被強制丟包到遙遠的地方 回不來 有些人立刻就要上班上課 這個是什麼 這是妨害人身自由 然後我想要請王媽媽大概講一下 就是當天到底警察是怎麼強入民宅 強毀民宅 傷害學生 傷害王家的人 各位記者大家好 我是王家的王媽媽 警察今天會這樣子對待我們王家 我想 警察今天要來搜證我的時候 我問他說 你有收走票嗎 他說 把我抬出去 叫你搜 我說我不要你抬 我自己會搜 然後我就慢慢的走出去 我邊走邊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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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這樣子已經 對我的祖先盡力了 我要維持我的祖措 然後 我有錯嗎 我今天 我就是不要參加敦更 我 我 我祖先 在那邊已經住了六代了 我 剩下那麼一點點 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 住六代 我就是不要參加敦更 這樣也不行 今天政府這樣叫做自由民主嗎 還有我在被架出去之後 我連衣服都沒有拿 我要回去拿一件衣服 回來洗澡 也不能讓我進去 這樣子的國家是什麼國家啊 啊 我連去兩天都不能洗澡 這樣是什麼國家啊 啊 好 謝謝 我說到這邊 我有想不想再動說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記得 我 我 那一天 被獎上的你不是 我是那個 我爸 那 是王家人 是 就是掌聲的大女兒 我們那一天聽到消息有趕快過來 我們從基隆過來的 因為這是我爺爺的弟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們全家人非常團結 什麼事情一有消息全部都趕過來 那一天晚上我們得到消息是說 八點會進攻 八點警察會進來 所以我們過來之後呢 其實已經很多很多的人來在那現場 就到了兩點還沒有任何的消息 所以我們後來就進屋子裡面去防守自己的家 在二樓的時候我跟我堂妹兩個人在二樓 就是在她自己的房間裡面守著 然後很怕他們會 我們開始在謀言說他們到底從哪邊會進來 會從窗戶進來還是從頂樓進來 還是從樓下衝上來 然後後來只要一有動靜 就把門窗全部都鎖住 然後連同門都用家具給擋住 起碼要讓她很難進來 我們知道我們會不會脫走 但是要讓知道我們原來堅持的立場是什麼 然後結果到好像三鐵多的時候 就聽到警察的警車這樣出笑而過 就像有點像交車主一樣 全部裡面的女孩子有些是我不認識的 有些好像才高中之後還是國中生 全部嚇到都快哭了 後來我們可以從窗外看得到一點點的腳步 因為我們從二樓的窗口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腳 我們是只能看到一點點 看到有人這樣 有一些腳步的那種現象 才知道說原來後面也有人 我們正面也有人 就前進那邊也有人 還有建商的那個地方那邊也有一些人在那邊守著 我要說的是說 這麼多人在幫我們家 這麼多的很多好很多陌生人都來幫我們家 我們不希望有流血事件 後來一位快攻破了 有我爸爸叫我 有我爸爸叫我